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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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以用干姜或生姜看家里有什么样的姜就可以加下去 特别是在这样寒冷的冬天里面 姜它本身也可以去除我们身体一个湿气的变化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红枣 红枣本身是一个我们健脾的一个中药材 那它也会让我们的这一瓶茶饮喝起来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所以这整个方技来讲就是一个属于健脾武器 然后去湿的一个功效存在 它制作的方式呢大概就是我们用15克到10克的这些的药材 再加上840克的一个水下去滚煮 滚了之后呢你就转小火 然后让它再煮一下大概就可以喝了 它其实没有想象中苦耶 但是它的姜的味道就会比较心散就有这样的味道 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不爱吃姜的 那你可以把姜的量减少或甚至你不想放也没有关系 那另外呢如果你有血压的问题 血压控制还没有很好 这个时候可能黄芪的量就要需要斟酌 这两天其实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 那你晚上喝一点这样的 你会发现手脚没有那么冷了 就会比较好睡一点